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林松,今天是2018年9月30号星期日 在之前那个视频当中呢,我和大家分享了这个财富自由之路当中的第一个概念 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财富自由 我们之前讲过这个财富自由就是说某人不再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必须而去出售自己的时间 这样子呢就是真正的这个财务自由了 那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会好奇那财富自由到底是终点吗 很明显肯定不是,对吧 因为有很多小伙伴把财富自由设定为自己这个一辈子的目标 他们会觉得就等于只要我有钱了我就会怎么怎么样 意思就是说等到有钱之后呢肯定要做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呢是现在没法做的 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会说 那等我有钱了我就会每天玩游戏 等我有钱了我就不想上班 等我有钱了我就想天天吃吃喝喝这样子 那举个例子吧 就好像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你这么认为的话就好像玩游戏好像比你现在做的事情更重要是吗 那玩游戏真的是比你现在每天辛勤的工作 比你每天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更重要吗 并不啊对吧 所以呢很显然这个财富自由呢并不是一个终点 它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里程碑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显然是自己的这个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如果你把这个自己的目标定好了之后呢 如果你总是盯着要去赚钱的话呢很有可能赚不到钱 所以呢如果你把自己的目标定的远更远更加远 比如说你要为了什么什么而工作 比如说为了这个家人过得更好而工作 如果你把目标定成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这个思考方式啊还有这个行为模式还有做事的这个态度啊 我觉得都会跟以前不一样那就极有可能在若干时间之后经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一个财富自由 而且我刚才说过就是说我想和各位来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一些读书的心得 就是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就是说无论你是否承认或者不承认你都知道 我们生活当中从小到大有很多就是这个读概念或者读教育知道我们的大脑到 就是我们可能总是被一些东西所束缚住 或者是说我们总是由于理解不清一些概念导致我们就是说在这个赚钱的时候呢 总是有些能力不从心或者说没有办法赚到自己想要那么多钱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会在这个视频当中呢 就是不断的去和大家这个分析一下或者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们要把那个给自己一个洗脑的机会 就把自己脑袋里面那些读概念读教育或者不好的概念 或者是说一些没有意义毫无意义的一些概念全部给它清除掉 然后呢植入一些新的或者说实用性强的 或者是说真正的有优质的这个内容和让我们的这个行动和我们的思想匹配起来 然后呢在这个追求这个财富自由的路上呢 就是不断的去前行寻找自己想要的一些生活 那这个录这个视频呢也是同样是我自己这个践行的一个见证吧 我希望不断的去录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 那今天这个关于财富自由之路的这个第二个的内容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各位小伙伴拜拜 我们下次见